王宗萍呢 我像刚才老师讲的 就是我其实31岁以前 我们是29岁结婚了嘛 刚结婚的时候就是 忽然间好像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们本来是想说 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有小孩了 想说呢 那拿那个贺礼啊礼金的话 至少可能还可以给小孩子 给老婆补点营养啊 给小孩子买一些东西啊 结果那个后来算一算之后 那个婚礼就赔了一百多万 婚礼怎么会有人赔钱的 我很少听到结婚会赔钱的 因为我们那一搜在原三请了80桌 然后有65桌是恒春的亲友 就不是啦 那个是我们自己的规划啦 自己的那个 就然后就是后来呢 就是接二连三 你就接到很多的不好的消息了 就说家里什么样的 然后有欠什么钱 有什么会 然后就变成说 因为我们就 就 就 人家比较容易找到我们 那我们就 就被告知了这些事情 那 就开始处理这些了 然后 还有就是像 本来 已经 戏喔 都已经去订装好了 都拍好照了 然后 我就在那边等着通告的时候 就 戏怎么已经开了 已经 报纸上看到开拍的消息了 那我在想 是不是在等 还在等 结果后来过一阵子 就 然后连广告啦 广告就是 价钱也谈好了 然后 好像 感觉都还不错 那对方也同意了 就是差签约 然后 就后来 隔了一阵子 又没有联络了 然后过一阵子 诶 看到播出了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是不是 有什么状况 然后 那时候 那个浩然她 她 我就想说 因为那时候她 还怀孕嘛 没有什么 那个 然后 就想说 你给她养个 宠物啦 养兔子 兔子就 养不活 然后 然后养狗呢 狗在我们家水土不服 后来不忍心 送给人家 去人家家里 活得很好 很活泼 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呢 我们是不是 应该要 要 那 那个家里放一点 那个有水的东西 看会不会带财啦 或怎么样 然后就 放了一个鱼缸 就都死掉了 养掉 然后我就想说 养最润命的 养乌龟 对 最长寿的 对 乌龟也死了 很可憐 真的 你不要再害那些寵物了 真的 也是都没有在顾是不是 真的有在顾 那房子有卡到喔 我跟你讲 因为那只乌龟呢 我真的很怕它也死了 所以我生不午时 就去尋看它 有沒有那个面包 有沒有食物吃 然后 后来 后来状况呢 又去住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刚住的时候还好喔 后面还可以看得到景色 有山 就我们去住了没多久之后 后面开始那个挖土机来了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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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然后就盖起来 盖了一栋好高的房子 就都盖住了 然后就觉得 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 到底是老婆代赛 还是我代赛呢 是你有怀疑过老婆是代赛的 真的吗 那个时候心里面就在想说 就是 就是我结婚前 虽然不是很怎么样 但是至少 工作都很顺遂啦 就很顺利的 有唱片公司 然后有出片了 然后出片也都一直很顺利 然后也一直这样子出的 顺顺的 结果没想到 怎么结完婚之后 就遇到了这些事情 美人姐 我可以讲几句话吗 可以 他刚讲的观众朋友好像认为我代赛 但我一定要澄清 他结婚后那半年所有的债务 都是男方家的事情 都跟女朋友没有关系 结婚第三个月 我们就全部回娘家住 一租住了六年 等于就是说娘家那时候照顾我们 而且六年后 我们还清了所有债务 所以其实不是我代赛 是他本来命中 他在那个时候 他家里就出现这些状况 要不是你陪他撑过去 要不是我 对 是啊 所以事后呢 我刚刚在讲的是 当年曾经有过一闪而过的感觉 但是呢 是经过了这么十几年来的 再回过头去看 世南你是有旺夫 这个许清老师可以用这个 好像天干地支来看他们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图摆 天干合婚 那个请问王先生你哪一年生 我是五十六年 六 好你六 六 那你老婆呢 六十一 你看你老婆忘你 你有没有看到 六跟一 看到没 但是用五行来讲 其实你也忘你老婆 你带土 你老婆带金 土生金 你们这个夫妻是结佩 结佩 结佩 结佩太好了 等一下余皓然小姐 请来这边坐一下 忘了给我去坐一下 OK 这个不能只讲说是老婆忘你 其实你也忘她 对 因为你赚钱的人力还是比她 可能应该比她强 对 看你的相貌 OK 所以这个是互相 是 所以如果是尾数是六的 他最适合跟尾数是一 一跟五 跟五的人 如果他生小孩是一跟五 那这小孩就真的可以忘他们了 小孩也 我儿子85年的 真的 有耶 85年的 对 很棒耶 这个小孩生了以后他就会转变 对 生小孩之后 因为那时候生完我儿子 他就接了亲戚不计较 一言演了六成 对 对 对 OK 那个时候真的要生他的时候 我自己也压力很大 因为其实本来也知道家里有这个问题 然后 你那个当歌手 你就是结婚之后 其实就忽然间那个 因为有了八点档 那就是有稳定收入 对 那个差很多 你心肝太太知道 小孩给你带便当的来 是 对 对 一生完就接到戏 这绝对是 而且那部戏演了三千多集 哇你咧 有了好多年 削翻了 削翻了 对啊 钱都到那里去了 削海了 都还掉了 还掉了 对 都还掉了 所以也就是 纳斗四尾数是几 零 零 纳斗尾数是零 所以你将来就要找 一跟五的 一跟五的 那如果是一 生小孩 或五 最年都是树林 哦 就小孩也是 对 现在是104年吧 明年 你明年 哦 明年 105年就要生了 不然你该等到111年了 好 回家 看完了中品歌 我们接着来看 Van跟小可的天干合婚 他们会是互补的关系 还是互害呢 你老婆是一嘛 对 我是一 一 五起 就话剂的东西 不好的磁场 对 你先生刚好是 最好的磁场 八 来把你补掉 就是他补到他 就是他忘我 也不是说他忘 就是说 他 互相 互相 互补 对 互补 非常强烈的互补 所以你们两个 非常强烈 你们两个在一起 会莫名的那个吸引力 特别的 就起来我为老师 我肌皮都落起来了 真的 真的有这个感觉 因为Van是一个想法 非常的严肃 然后一板一眼 然后他所有 老实说他想法很负面 但是可能是因为 我妈妈过世的很早 所以我很多思想会觉得 就是这样的人生 走到最底端也就这样了 然后我会觉得 你什么事情不要 那么的负面去想 慢慢慢慢沟通之后 他就会 改观 然后我很容易相信人 我超容易相信别人的 但他会跟我讲一些 应该要对人家好 跟你要保护自己的方式 后来我就学到 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多一点 然后同时也可以 交到好朋友 我请问你一个问题 是 你小孩子是三出生的 对 那出生以后 你老公的事业有没有转好 有 这个真的騙不了 才刚出生 才刚出生五个月而已 对 才刚出生五个月 有接到戏吗 之前都有邀约 但是都不敢接 但是这一部就真的接了 对 你看 真的接一下 然后也是 又是三千集的 又是三千集的 所以真的是有望 不愁吃不愁穿的 ok 回家奶粉要升级 会 是不是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生肖的契合度 生肖 陈老师 其实夫妻的生肖 刚刚学老师叫天干 天干就是五合 有情的合 那生肖的话 其实有分三合六合 等等的 那其实如果说 乙属老鼠的话 就是跟牛 龙 还有猴 那现场的话 属老鼠的话 就是有那个浩兰姐 对 那钟平哥好像是属羊 羊 其实呢 鼠跟羊是相害的 相害是什么 我看农民历 他都说老鼠跟羊是不合的 但是这个不合 不代表是你们两个 有时候是因为长辈的关系 害呢 代表被破坏 被介入的意思 他在八字学来讲的话呢 害就是一个破坏 所以有时候 因为长辈的关系啊 争吵不休啊 不一定是你们自己的理念 是一个第三者的介入 而且我觉得这个 对 这个可以被挑战 因为太多合的 都离婚的呀 对 所以刚刚也有要搭配一下 像例如说 徐老师的天干嘛 因为我们讲说 相不单论嘛 所以呢 生肖其实要参考 那其实呢 现场的话 例如说像那个 阿斌跟那个小可的话呢 其实两个都是土的生肖 一个是羊 一个是狗 那羊 土土来冲的话呢 就是确实就像 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观念会被冲击 因为土跟土 碰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执着的一点 然后呢都很极端 所以这是一个 不合的地方 好 那刚刚讲 小孩出生之后 是否更带财 带好运 那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 对小孩不公平 因为他要出生 也不是他选择的 对 这压力太大了 所以如果他刚好不是出生 再会忘你的那个年份 我觉得你要更努力 好好做父母 对 今生所有的相逢 都不是初见面 叫久别重逢 真的 你们已经累世好几世了 对不对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做父母的功课做完 我是这样认为 真的 我是很担心有些人很迷信 经常古兽不是有那种说 啊这个 很多秘密是说这香客 就把小孩丢出去 办这个事 从小就是不同这个 我真的觉得脑袋坏掉了 是 不关小孩子的事啊 不关小孩子的事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反而要把它做好 对不对 这个是来考验你的 你真的要把功课做好 对 那我想问一下 女儿出生的时候 听说你买了一块黄金地 女儿出生的时候 因为她那个时候 带我常常就会 开车到处去绕 然后我们绕过 那时候在那个 金葫芦丽虎公园那边 都是草 然后我老公就带我绕过去 然后我就跟她说 老公那边好像有贴的在售 她已经开车开走了 她听到我的话 又再绕回来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块很好的地 贴的售 然后我就跟她讲 结果我们后来一个半个月内 就跟罗哥 就好几个人 我们就买下了那一块地 对 而且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 价钱还 还没有开始涨 一块很漂亮 就...就是... 就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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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应该... 不止啦 快要三倍 对啊 快要三倍 对啊 这也是很厉害 那你生完孩子真的有改善人际关系吗 阿Ben 呃...有 因为我觉得... 因为之前跟家里的关系 一直都不是那么的亲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跟你爸爸对不对 对...跟爸爸那边 那其实跟妈妈那边也是一样 因为妈妈住高雄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就很少下去南部看家里的 那反而是跟小可交往之后 诶... 家里人就... 一天到晚call我回家 诶... 那你要不要回来做做 那顺便带小可回来 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 多认识一下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跟爸爸的关系也变得很亲 那跟妈妈也是一样 反而是透过小可 对... 关系才变得比较亲 然后脾气方面也是一样 像... 有了小孩子之后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啊... 养小孩可能会花很多钱 那所以我们两个就 有一阵子还蛮拼命的 在接通告 在存钱 然后后来 就有一些长辈在讲说 啊...不用担心啊 小朋友自己会带财啊 就像刚刚美农姐讲的这样 对... 结果后来这时候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多担心了 因为小朋友出生之后 她的所有的衣服 跟帽子啊... 那些衣物 我... 我的姐姐 就是白开水的姑姑 都已经帮她全部买好了 一帮钱都不用花 然后也有一些贊助的衣服 会寄来家里给她穿这样子 对... 然后反而因为这样我们存了钱 然后... 生了白开水之后就换了 换了车子 换了一部休旅车 那一家人坐起来 比较舒服这样子 哇...很棒 哇... 我觉得小朋友给我们的旺 应该是说 我们自己去改变 因为年轻的时候 像我以前是工作狂 我就觉得我只要工作 然后有爱我的人在 然后我的家人很健康就好了 但是有了小朋友之后 你就觉得 小朋友给我们的成就感 可以远超乎过当父母的成就 然后那时候你才会珍惜这个小孩 可是你相对的会把这份珍惜的爱 投射到我的爸爸妈妈身上 跟我老公的爸爸妈妈身上 因为他以前跟爸爸是不太联系的 就是我公公 可是我会觉得说 你现在有小孩了 你当了爸爸 你更要体认一下 公公是怎么样当爸爸的心情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他才就是去想到这一点 那个线才会被拉起来 因为我一直... 因为我们家很...很近 我们家是那种 就是长幼不分的啦 只要是大家感情很好 什么都可以讲 但Ben他们家是长幼有序 而且有序到 很有距离 长幼有距离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然后有了小朋友之后 Ben才慢慢觉得说 原来跟最亲的小孩跟父母亲相处 是必须要这么的坦荡荡的 对 你面对的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个生命 然后我常常跟他讲 我就说 儿子跟爸爸很奇怪 因为一辈子你跟这个男人最好 可是你也最讨厌这个男人 然后那个关系很奇妙 然后他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才有就是深刻感觉到 然后慢慢跟爸爸感情真的越来越好 真的 OK 这就是旺啊 对不对 对 让关系变好 对不对 对不对 分配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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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